大家好,我叫玉峰,清华大学心理学博士 我今天来帮韩婷婷老师带讲一下学习心理学的学习理论部分 理论上来说,学习理论可以分成主要的两大理论 第一个是偏向连结和行为的学习观 第二个是偏向认知和建构的学习观 偏向连结和行为的学习观 多半来说预示了一种被动的心理 而偏向认知和建构的学习观 多半来说偏向预示了一种主动的心理 什么叫被动的心理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理不会去主动的加工某件事情 而偏向认知和建构的学习观 他的心理是会主动的去加工的 所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所以第二讲我们来讲偏向连结和行为的学习观 第二讲的第一节 我们来讲商代课的事物连结说 所以商代课他是心理学在美国的第二大流派 也是心理学在美国最先发源的最大的一个流派 机能主义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学生 所以商代课后来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也是心理学的哥伦比亚 机能主义的哥伦比亚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在商代课的事物连结说里面 我们来说四个问题 很有趣的是每一个学习理论家他都做了实验 他都是从他的实证研究中来得出他的理论的 而每一个实验都会有某种宠物的参与 所以商代课的宠物就是他的猫 商代课这个人在威廉詹姆斯那里读博士的时候 就一直非常致力于进行动物实验的研究 你要知道威廉詹姆斯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允许他的学生做动物实验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后来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正是由于做动物实验 所以才开创了行为主义的方法 所以在人们主义看来行为主义是所谓的小白鼠心理学 就是说他们非常偏向于来做动物实验 而做动物实验也预示着我刚刚所说的 行为和连结的学习观 预示着人类有一个被动的心灵 因为动物比人理论上来说要更加的低等 只有一个被动的心灵而不是一个主动的心灵 才能导致这样的学习观 桑代克他的猫是如这个图上所示的这样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叫做恶猫逃出迷洞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面 桑代克很有趣的做了一个很小的机关 在这个盒子里只有某一处触发了某一处机关 猫才能逃出这个笼子 所以猫在里面的学习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猫一开始都会乱抓这个笼子 疯狂的在里面抓 会抓到这会抓到那 会抓到各种奇怪的东西 但是笼子都不会开 但是直到有一天突然 他抓到了那个桑代克设置的那个机关 所以笼子就打开了 猫就逃了出去 猫就席得了这个开关和笼子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事物连结说 什么叫事物连结说呢? 所谓的事就是常事 就是疯狂的像猫一样在里面抓各种样的东西 而物呢就是错误 你会发现之前没有抓到的都是错误 直到他一旦的抓到成功了 这个连结就形成了 他也就学习道路 刚刚讲了什么是事什么是物 那什么是连结呢? 他这个学术叫事物连结说我们来解释每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连结呢?连结这个东西很简单 连结应该就是一个刺激 就是一个S和一个反应一个R 它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样的连系 这就叫连结 把一个刺激和一个反应 它们俩连系在一起 这是所谓的连结 那么动物的连结和人的连结有没有不一样呢? 实际上来说 在商代课看来动物的连结和人的连结是应该有区别的 因为它用动物来推导人的行为 但是实际上人的连结远远要比动物的连结要来得丰富的多 因为我们会主动的去建构意义 我们和动物不一样 我们有我们独有的心灵 我们有我们主动的加工 举一个例子来说 人和动物怎么不一样呢? 人能够习得往上是好 往下是坏 所以当我手抬起的时候和我手落下的时候 我对一个中性刺激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我会在我将手抬起的时候对一个中性刺激判断的更好 将我在手往下落的时候对一个中性刺激判断的更坏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连结 而动物不会产生 因为我们会主动的建构意义 往上往下是不一样的意义 所以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 人和动物极其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点头的时候和我们在摇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我同样提一个要求 如果人在摇头或者人在点头 两个人答应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经常在清华上课的时候有同学跑来问我 想追女神追不到 我每次表白都失败 我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你每次追女神的时候掏出一根棒棒棒的左右 上下的晃动不要左右的晃动 因为左右的晃动会让人产生一种摇头的感觉 上下的晃动会让人产生一种点头的感觉 这种很小的技巧能够帮你追到女神 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人的连结是如何和动物的连结不一样的 下面一张图是一个三角形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三角形 你看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三角形 这个看上去只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矜持而已 但是呢 我在接下来让你跟它连结上一个不一样的事物 接下来我放一个非常帅气的男性的照片 和这个三角形联系在一起 我让你多次产生联系 所以我的手指是一直在这里按下来的 所以应该看到了多次不断的三角形 和这张照片之间的连结 然后呢 我再让你看这一个三角形 如果时间不够 你可以自己把这一段过程倒回去 再多连结几遍 再看这个三角形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 这个三角形的照片已经有点变得帅帅的 第四个呢 是上代课提出了所谓的学习规律 学习规律 也就是上代课的三条学习律 是上代课最为重要的学说 理论上来说 我们觉得它的价值 甚至超过了他提出的事物连结说 这三条学习律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所谓的准备律 什么叫做准备律 准备律不是说我们考试之前的准备 不是说我的身体准备 我不是说我去复习的怎么样 而准备律是一种所谓的心理上的准备 我们心里对某某件事情 对某一个学习有期待 这叫做准备 第二个学习规律是所谓的练习律 什么叫练习律呢 就是说这个连结 比方说我刚刚那个三角形和那个 和那张帅气的男性的照片 这就是一个连结 你怎么练习呢 你看他们看的越多 这叫练习 练习的越多呢 连结形成的就越强 练习的越少呢 连结学习的就越弱 第三条规律呢叫做效果律 什么叫做效果律呢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连结 能够让你产生满意的感觉 那么这个满意呢 就会增强这个连结 而如果一个连结呢 让你产生不满意的感觉 那么这个不满意呢 就会降低这个连结发生的频率 这三条规律是非常的重要 你等一下会发现 行为主义的大师华生 他遵循的是第二条规律 也就是说是这个练习律 而行为主义的第二位经典人物 施金娜 他遵循的是第三个规律 也就是说所谓的效果律 所以商代克的学说实际上 预示了后面两个行为主义的开端 而这三条行为规律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我们的直觉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考的好 那你一定会考的好 因为你想考的好 你期望考的好 所以期望这个东西 会让你去更多的复习 然后得到考的好的东西 第二个呢 练习律呢 也就是说你复习的越多 考的越好 复习的越少 考的越差 这是肯定的 第三个什么叫效果律呢 效果律是反的来的 比如说你考试考的好 你一定会学的好 你考试考的差 你可能会学的差 因为考试考的好 给了你一个很大的奖励 你会在后来的学习中呢 更多的去连结这两种事物 更多的去进行学习 以上呢 就是商代课所谓的事物连结说 我们把它当做学习理论 特别是行为和连结的学习理论的开端 第一节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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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